今天话题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双腿 很多老人家你看到他其实挺精神挺饱满的 但是已经要用拐掌或者是要用Walker 行动上已经是有限制很缓慢了 时时会脚痛 其实这个小腿这方面的保健是很重要 如果小腿是不健康 我们的身体整体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小腿的功能就像我们的第二的心脏 是很相当重要的一种肌肉群 如果你说心脏是负责血液循环 是上半身的 而小腿就是负责你下半身的血液循环 所以我们的身体上 小腿这个保健对我们的作用是很多人都不了解 以至年轻的时候疏忽了 到年纪老人真的未老 而腿就先衰了 所以一定要大家了解我们的双腿对我们的重要性 现在和大家逐一介绍一下它的重要性 第一小腿可以说是第二的心脏 因为人体血液运行包括静脈和动脈 动脈的运行就是要心脏推动是最重要的 而静脈来说是肌肉收缩产生的压力 是推动这个血液循环的 这个腿部的静脈的回流就要靠你小腿肌肉的收缩了 如果你的小腿是照顾得好的 就等于你的血液循环是好 那就可以减轻你的心脏的负担了 第二小腿就好像我们承担身体的重量支撑 它包括站立的时候走路的时候 任何的运动都离不开我们小腿肌肉的收缩 可以说人一生里面一半以上的活动和能量的消耗 都是因为要小腿来帮它完成的 所以很多老人跌倒是因为小腿功能下降 是很有关系的 第三这个小腿是我们的交通要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人体里面50%的神经、血管、血液都是在双腿 同时还分布着60多个月位 好像触三阳经、触三阴经 这六条重要的经络都是由小腿通过的 是人体重要的交通要道 维持我们血气的上行下行的 第四点就是在保健方面 如果这个小腿在保养方面是好的话 对于防病治病有很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因为小腿的经络多 越位多 我们时时按摩一下小腿 就好像和五臟六腑按摩一样 这样就增加它的血液循环 令到它的功能提升 另一方面因为我们全身皮肤来说 耳和背部 这些皮肤是最薄的 而第三就是小腿 而小腿的面积很大 血管也这么多 所以把它用药浸泡 得益保健方面是很好的 现时大家会看到市面很多足疗店 但是小腿的皮肤 不过是足底的五分之一 是薄这么多 而面积和血管的数量 是足部的四至六倍 那你想想 足疗有效 你不如试用腿疗吧 这方面是否效果应该更加好呢 第五点 小腿是反映到我们身体疾病的地方 很多病 譬如说你经常抽筋 你可能和钙缺乏有关 如果你的小腿肿胀 就可能说明你的脏腑有问题 譬如说你的排水排得不好 那你的心脏可能是有问题 你的肾脏可能有问题 如果你经常都手动 脚动 即是代表你的体弱虚寒 如果你能够发现这些症状 是否帮你能够早点治疗疾病呢 所以小腿对于我们真的很重要 但是年轻的人 真的莫视了他的重要性 而缺乏他的保养 所以大家听了之后 应该在这方面不要疏忽 我再会为大家介绍的 什么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腿部的呢 还有怎样去令到我们的腿 得到更加好的保养呢 此刻为大家再介绍吧 多谢你们的收听